有些人总是散发着不同于常人的光芒 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拥有某种独特的气质或能力 你可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 或许在某个安静的角落 或是在人群中默默观察着周围的世界 这些人常被视为天选之人 拥有不同寻常的生命轨迹和深刻的内在世界 天选之人 他们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喜欢独处 这并非源于孤僻或自闭 也不是因为不合群 而是因为这些人拥有着不一样的生命层次和精神高度 他们的内在充满了丰富的智慧与深度 需要独处来沉淀和反思 你可以想象 在喧嚣的世界中 这些天选之人如何选择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们独自在书房阅读 活在自然中漫步 这些时刻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和升华 在这些静谧的时光里 他们能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探索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 天选之人与其他人交流时往往感觉不到共鸣 他们的思维和感受与众不同 常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格格不入 这并非他们刻意为之 而是他们的内在频率与众不同 与大多数人的频率不匹配 这种频率的不同 使得他们在社交互动中经常感到疏离和不适 就像有些人喜欢聚会和交际 而天选之人则可能更享受思考和内省的时光 他们对于世俗的活动常常感到无趣甚至厌倦 不是不尊重 而是真的感受到这些活动的空虚与无意义 天选之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往往与大众截然不同 他们寻求的是心灵的成长和灵魂的进化 这使得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常走得更深更远 他们的目标不在于物质的积累 而是在于智慧和物性的提升 你可能会问 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太过孤独 但对于天选之人来说 这正是他们的生命之火在燃烧 独处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通过独处 他们能更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 这样的生活方式虽不为大众所理解 却是他们独特人生的必经之路 他们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持续地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 每一次的独处 都是他们生命中的重要篇章 使他们不断向哪在深处挖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天选之人的智慧和悟性得以升华 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彩 他们的存在如同一盏明灯 指引着那些同样在寻求心灵成长和自我超越的人 这种特殊的能力和角色 使他们在世界中独树一致 因此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喜欢独处的倾向 不妨深入思考着是否是你内在天赋的一部分 也许在这种倾向背后 隐藏着对更高智慧和更深层次生命意义的追寻 天选之人不是自封 而是透过不断地自我审视和实践 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状态 最终 这些天选之人的独特之处 不仅仅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是他们对生命深刻的感悟和执着的探索 他们以独特的方式理解世界 也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且充满喧嚣的世界中 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 第二个特征 不被理解 在我们广阔而繁华的世界中 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似乎和大多数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他们不在乎金钱的多寡 不在乎权力的大小 他们在乎的是更深远的 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你可能会认为他们是另类 是不合时宜的怪人 但实际上 他们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镜子 反映出社会的本质和我们追求的方向 这些人 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 一条看似孤独的路 在这条路上 他们不追求那些眼花缭乱的物质和短暂的满足 相反 他们寻找的是心灵的富足和长久的平静 他们可能不被大众理解 甚至被设为边缘人 想想看 当你身处一个每个人都在争夺金钱和名利的环境中 选择静静地退一步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不是逃避 这是一种超脱 一种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他们懂得生活不只是追求外在的丰富 更是内心的丰满 因此他们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种看似简朴 实则丰富的生活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这样的选择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这种对深层生命价值的坚持 在大多数人看来 可能是不可理解的 但这正是天选之人的特点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使他们与众不同 他们不与世俗为伍 他们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到一点点天选之人的影子 不一定要完全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物质所绑架 可以试着从繁忙的生活中抽身 思考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 也许你会发现 那些被大众认为怪异或不被理解的选择 其实才是通向内心深处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感到孤独 甚至被误解 但这正是成长的一部分 是寻找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当你开始不再只是随波逐流 你就已经在走向成为天选之人的路上了 这条路不容易 但它值得走 因为它关乎的是你真正的自我 你的梦想和你生命的意义 所以当你看到那些被认为是另类的人士 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 他们可能正在进行一场心灵的冒险 一场寻找真正自我的旅程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世界中 能有勇气选择不同的路 这本身就是一种美 让我们不要急于评判 而是试着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独特的 第三个特征 历经磨难 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可以听到天选之人这个词 但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天选之人呢 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拥有某种特殊的使命 不仅影响住他们自己的命运 也深刻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和社会的进程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特征之一 就是他们经历过的磨难 这不是普通的困难 而是那种深刻到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的磨难 想象一下 这些所谓的天选之人 在人生的旅途中 常常遇到无数的挑战和阻碍 这些挑战不仅考验他们的耐心和决心 更是对他们意志的一次次磨练 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生的苦难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这种经历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他们见证了人性中的善与恶 感受了社会的冷暖 这些都是普通人所难以体会到的 正因为这些磨难 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坚强 更有任性 而这些特质 正是天选之人所必须的 因为他们常常需要担起重大的责任 解决看似无解的问题 他们的磨难 其实是一种赐予 是上天对他们的考验 只有通过这些考验 他们才能真正成为能够带领和影响他人的领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成为天选之人并不意味住 必然会拥有财富或权力 事实上 许多天选之人的生活并不富裕 他们的影响力远超过物质的拥有 他们真正的价值 在于他们对社会风气的改善 和对正能量的守护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和牺牲 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提升 他们的存在 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是推动世界向前的重要力量 他们守护住世界的道德和正义 确保社会不会因为负面影响而退步 可以说天选之人是社会的基石 他们的行为和决策能够引导社会走向正道 避免许多潜在的灾难 他们的生活和故事 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 提醒我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希望和勇气 这就是天选之人所经历的磨难 一个既是挑战也是机会的过程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只要我们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就有可能超越现状 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你呢 你是否也在你的生活中感受到了这样的磨难 你是否也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试图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可能是一场英雄之旅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天选之人 只要我们愿意面对挑战 勇于接受磨练 谁又能说 未来的你不是改变世界的那一位呢 第四个特征 坚守底线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一天都有不断变化的挑战和试炼 但在这些不断的起伏中 有些人显示出了不凡的品质 当我们谈论到坚守底线 我们指的是一种即使在极端压力之下 也能坚持自己道德原则和信念的能力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现代社会 常常会有各种诱惑和压力 试图让人们妥协或放弃他们的原则 然而 天选之人却能在这些压力面前站稳脚跟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不管是社会风气的变迁 还是人心的动摇 他们的道德底线始终如一 坚不可摧 想象一下 在一个道德标准不断被推低的社会中 坚持原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 这些人经历了重中磨难与考验 但他们从未让自己的良心受到污染 他们清楚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跟随众人 而是在能够独自站立的勇气 这些天选之人会选择做出艰难的决定 甚至是在被误解 被诽谤的情况下也不改初衷 他们相信维护自己的良心和信仰 远比获得短暂的利益更重要 正因如此 他们能够在人生的各种挑战中保持坚韧不拔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持和纯洁 这种力量使他们能够在面对试探和困难时 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这正是每一个希望成为更好自己的人 应该追求的目标 因此当你思考自己是否具备成为天选之人的潜质时 问问自己 我是否能在困难和诱惑面前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动摇 我是否能在世界告诉我放弃时 坚持自己的信念 这种坚守底线的特质 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勇气 也是一种对社会的深刻责任感 它要求我们不仅要为自己 也要为整个社会维持一个清洁 政治的环境 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 但正是这样的理想激励住天选之人 引领他们前行 最后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 当我们了解这些坚守底线的人们 我们不仅仅是在欣赏他们的坚持 我们也被提醒 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这样的人物 无论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持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小事的选择 我们每天都在塑造自己的道德地图 问问自己 我今天怎样坚守了我的底线 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回答 但正是这样的自我反省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潮筑成为更好的人前进 每个人都有成为天选之人的潜力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回应生活中的挑战和选择 天选之人 尽管会面临重重困难 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使遭遇贫穷和困境 他们也能化险为夷 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这一切都得益于天意的神秘援助 在宇宙的自然法则中 善行会得到好报 恶行则会受到惩罚 这是不可改变的天道 我们或许会目睹一些恶人短暂的肆意妄为 无法无天 但这只是暂时的 当命运的轮回到达顶点 这些人将会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无法逃避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